- 叮咚叮咚 Hello 你好 我是Yuki 那不久前呢 就有一位小可爱来跟我说 想要我多出关于通用论点的视频 那我上期呢 已经出了通用论点01 就是关于5个人和事的 那今天的通用论点02呢 它的用法比较广 它可以试用进很多很多的作文题目 我一共整理了6个通用论点 那这些通用论点都是我原创 然后我自己在读书时期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些论点 然后我每次都会拿来写作文 考试也是会的 然后自己也是有试验过 老师都是接受的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声誉 第二个运动 第三感情 第四成绩 第五就是时间和金钱 第六呢就是教育 那我就会一个一个的来和你们解释 我会再找一些作文题目 然后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套用进去 首先呢第一个声誉 它涉及到的人物有四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家 第二个学校 第三个家庭 第四个个人也就是自己 那关于生育呢就是有好有坏 你可以维护生育 那你也可以毁坏生育 再来呢就是运动啦 那一提及运动呢 大家首先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 一定就是强身健体 对吗?身体会变得很健康 因为血液会循环 然后你的记忆力也会上升 好那第三也就是感情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人际关系 只是因为人际关系有四个字太长了 太难背了 所以我把它换了另外一个说法 也就是感情 感情呢它就可以涉及五个人物 首先第一个各国 自己的国家和别的国家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就是种族之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有非常非常多的种族 对吗? 所以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它也是会涉及到种族之间的关系 好那第三呢就是邻居 也可以说是邻里 就是你和你的邻居的关系好不好 再来呢第四就是家庭 就是你和父母亲的感情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 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会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同学 然后你在出社会之后 你会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同事 还有朋友这样子 好那这些呢就是感情 再来呢就是第四 第四就是成绩 那成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OK? 在后面我会跟你们说怎么样把它写进作文里面 好再来呢就是第五 第五就是时间和金钱 那你也可以二选一 那时间和金钱呢 大家都会想到要节省时间对吗 也要节省金钱 OK那这就是时间和金钱 那最后一个就是教育 好那现在讲完了这六个论点之后呢 那就来跟你们说怎么样把它写进作文 今天的这一些论点呢 我比较常用在马来文作文 所以我今天在说的时候 我会再说一些马来文作文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词来跟你们说 好那首先我第一个要举的作文题目 就是阿玛兰古董罗友 古董罗友就是大小厨 然后阿玛兰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大小厨习惯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可白干阿玛兰古董罗友 可白干呢就是好处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大小厨的好处 大家会把这六个论点立在这里 给大家看我是怎么样用的 首先提到大小厨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人对吗 在一起就是扫地阿 抹窗阿 然后洗沟漆阿这样子 还有就是扫树叶阿这样子 所以在提到大小厨的时候 大家会想到的是这个画面对吗 然后再来呢再详细一点 那大小厨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扫了地过后地上是不是会很干净 然后在你清理了沟区之后呢 你是不是会发现就是沟漆里面的垃圾都被清理了 然后水能够非常顺畅的流通过去 所以就可以减少垃圾污染还有水源 污染会减少水灾呀 因为有时候水灾是因为那个沟区堵塞 那个水通不过去 所以它就会溢上来溢上地面 所以其实大小厨是可以减少一些垃圾污染的 然后再来呢其实大家每次在听到大小厨的时候 都已经会听到 嗯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大小厨运动对吗 大家都是说大小厨运动或者说大小厨活动 所以其实大小厨它也是属于一个运动的 因为它会涉及很多劳力 然后你需要非常多的力量 非常多的tunaga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大小厨你也可以把它归类为一项异动的 好那以上这一些呢 是我自己本人在提到大小厨的时候 我会有的第一个印象 好那怎么样用这些印象延伸成一片作文呢 我先来跟你们说 首先我刚刚说了 在提到大小厨的时候 我会有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非常非常多人 ok好那我今天给你们第一段 我会写的就是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会非常非常快的完成 因为一百个人打扫一间房间 一定会比一个人打扫一间房间来的快 所以第一段你能够写的就是 menjiman kammasa 就是节省时间 ok 因为你就可以说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有非常多的劳力付出 大家会分工合作去完成每一样东西 这些工作呢会被分配 所以每一个人都去做他们自己要做的那一个小范围那个部分的任务 那这整个大小厨活动呢就会被很快的完成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这六个论典里面的时间还有金钱 好那除了节省时间呢你还可以写节省金钱 怎么样节省金钱呢那大小厨活动呢大家通常都是比较大型一些些的 通常大小厨活动呢比较大型的都会举办在小区这样子就是小区的居民一起去清理他们的小区的旁边的环境 然后大小厨还可以举办在学校 学校每次都会有大小厨活动对吗 所以呢因为是大型活动 所以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参加 那每个人家里都一定会有这些清洁用具 所以你们就可以写大家都可以自己从家里自备这些清洁工具 所以那些主办方呢就不需要再多花钱去就是浪费钱去买这些 而且如果是非常大型的话他们需要买蛮多的对吗 所以你这里就可以写节省金钱了 所以呢这第一段你就可以写这六个论点里面的第五个时间和金钱 那我个人会比较建议你在一段里面你把时间和金钱二选一就好了 ok所以这就是第一段我会给你们的这六个论点中的第五个 好那这第一段我的延伸思路是从这个很多人参加大小厨活动的这个画面对吗 我的灵感来源是这个画面那第二段呢我还是可以再用回这个画面 那我刚刚前面说的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种族的国家对吗 就是有马来人有华人然后有一般人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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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所以呢在马来西亚的话种族和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无论你是在小学读历史啊还是读moral啊还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啊 civic对ok大家都会老师都会说就是种族和谐的重要性 还有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会有这么这么多的种族这些 所以大扫出这个很多很多人的画面里面呢 代表着非常非常多人里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对吗 所以通过大扫出我们就可以促进关系了 也就是这六个论点的第三个感情 那如果是在国文的话我们是要pervaduan pervaduan pervaduan 就是很终于念国文 pervaduan 也就是各种族之间的和谐还有团结 因为像今天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对吗 你要对这个人有好感的时候 你一定是通过和他说了几句话 或者他跟你一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对他这个人有一个印象啦 觉得这个人印象不错 我觉得这个人蛮和爱可亲的蛮friendly的 所以同样的各种族之间 其实说实话平常的话 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来往的对吗 就是可能平常大家在生活上都个满个的很少 有聊天这样 然后也比较少去接触别的种族 这样子 因为我们大家都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人说话 比如说我今天被分配到和一位马来人 一起扫地做扫地这份任务 那我们在一起扫地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和对方聊天 那我可能平时是一个不太会说马来文的人 但是因为我今天和他聊天 那我可能就会多了解一下马来文 多了解就是认识一些马来文字啦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扫地叫什么 就是他跟我说扫地是叫 那我今天就会多学一个马来文字对吗 所以我就会对他们的马来文字感兴趣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也会和我聊天说到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习俗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更加理解这样子啦 就会各种族会有一些交流这样 在进行某一项活动的时候 不只是大小处这个活动 在其他活动比如说 一起赛跑运动这样子啊 就是大家都会聊天 所以就是会互相了解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平时对别的种族 没有什么印象 然后也不了解 但是如果在通过大小处运动过后 比如说我啦 就是可能我平常都没有和别的种族的人说话 他们也没有和我说话 就是可能可能我会认为他们比较冷漠这样子 因为都没有说话嘛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啦 就是可能平常没有吃过苦瓜 就是我以前啦 我对苦瓜就就是我没有吃过 可是我一直觉得苦瓜有个苦字嘛 我就会一直觉得它很苦很苦 所以我就就是就是没有吃过 但是我就是很抗拒吃它 但是有一次因为我爸爸就是要我吃了 然后我就吃了 就发现哎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也没有很苦 而且它配鸡蛋炒着来吃的话 也会蛮好吃的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也是比较脆爽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会对苦瓜改观 从我吃苦瓜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 就是你对一件人事物没有什么印象的时候 在你接触了它之后 你就会对它改观 就会对它有一个好印象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嫂除运动呢 就是可以通过聊天 就是大家的交流这样子 去让各种族的关系变好 所以就可以 如果是国文的话就是说 促进种族间的团结 刚刚的时间和金钱 你也可以说 让这个大嫂除运动 举行的更加的顺畅流畅这样子 那些形成这样子 就是流畅 然后再来我前面刚刚也是有跟你们说 大嫂除它其实是一项运动来的对吗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就是 因为你通过大嫂除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让平常这些生在城市 台南宅女啊出来做一些运动这样子 呃出出汗啊什么什么什么 血液循环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说 通过大嫂除这一项运动 血液可以循环 所以可以强身健体 OK 那这一个关于健康这一类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就要去读一些关于科学的东西了 这些血液循环啊 这一些运动能够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 这些都有涉及到科学 所以你在读关于这些健康的国文作文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加强你的科学了 所以这六个论点中的第二个 运动它其实是有涉及到人体健康这样子 刚刚的第一段是 呃节省时间还有金钱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种族之间的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健康的 那再来呢 第四段我要跟你们说的 就是这六个论点中的第四个成绩 那为什么大嫂除活动会涉及成绩呢 因为啊前面刚刚前一段说了 大嫂除能够让血液循环对吗 其实血液循环就是你多做运动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记忆力会提升的 可能有一些人啊就是有一些失眠的问题 他们在做了运动之后消耗了自己的体力 那你在入睡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好入睡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对吧 就是你们在网上会听到很多人说他们解压的方式就是运动 因为在运动的时候你就只专注在运动这一项事情上面 就不会去想太多这样子 所以运动也是一个释放压力很好的途径 所以呢大嫂除它既然是一项运动 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 它就可以让你的记忆力提升 那你记忆力提升的时候呢 你在平常温习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记一下那些知识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也会比较精神 因为如果是我的补习老师的话 他会说他平常就会很早醒 然后很早醒就会先做一些运动 做一些运动他的那个思绪就会比较清楚 然后他去读书啊就会比较 因为你的思绪比较清楚你读书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背这些东西 就不会说你大早起来 然后什么都还没有做就先去读书 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懵这样子 所以那些东西你都记不了 然后读也读不懂这样子 所以运动就是一个可以提升成绩的 所以呢运动它是可以提升记忆力的 然后你记忆力提升你平常的那个思绪啊 也会比较清晰在考试的时候 所以这对成绩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然后再来呢第五段是吗 第五段这个第五段呢可能大家是 嗯不会去想到这个层面的就是可能有一点长远了啦 其实啊我今天说的这些论点它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关联性在哪里呢 刚刚我说的就是运动嘛 其实运动它和成绩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然后运动在一些程度上面 也是可以帮助促进一下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因为第一段呢我们说了就是各种族之间的关系会被促进会变好对吗 所以其实第五段你就可以写国家的声誉 为什么这件大小厨这件小事看起来就是小事能够涉及到国家的声誉呢 因为你看啊一个国家啊它在外人的面前在别的国家在别的国家的人民的印象中会比较好 它其实就有很多很多因素 那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的环境这里的风景这样子 因为这里风景好就会有那些游客就是游客会来 因为对这个国家印象好嘛 所以游客就会因为我们的那个环境而来 然后再来另外一点呢别的国家会对我们印象好 就是我们这里的人 人我们这里的人品行怎么样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人民都是在做一些犯法的事 在做一些偷窃这样子的事情 别的国家的人民是一定不会来这里游玩的 就是有可能啦 但是大多数是不会想要去的嘛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乱 这个国家很乱 所以同一个逻辑来说 如果你这个国家 你的人民非常非常有素质 那自然别的国家的人民也是会觉得这个国家很好 就是这个国家育出这么多有素质的人民 所以啊你看啊大少数运动它能够促进各种族之间的关系 那种族各种族呢就是人民嘛 所以各种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就代表人民会团结对吗 所以人民会团结在别的国家的游客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他们是看得见的 所以呢可能第一次来我们国家的人就会觉得 哇这个国家的人都好好哦 都这么的互相帮助 都这么的互相尊重这样子 而且如果各种族之间互相尊重的话 他们也会尊重外国人的 在游客他们的印象中就会觉得 哇这个国家真的非常不错 就是觉得下次还要来游王这样子 然后同样的他们回到他们国家的时候 也会跟他们的国家的人宣传说 哦我上次去哪里哪里哪里买下游啊 他们的人都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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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这就会让你的国家的声誉 更上一层头这样子 因为大家每次如果在读国文的话 在读马来文的时候都会听到就是 呃班当仁达就是有点像 也不能说狗眼看人低啦 就是说他们会看不起你这样子 所以在作文中你就可以写 通过大小厨运动 我们的人民啊在各种族之间 都会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然后别的国家的游客 就会来到我们这里 哎其实也不一定要说游客啦 你也可以直接说别的国家 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印象比较好 所以这里呢我刚刚有跟你们说 我要补充一点的就是 嗯其实如果是在马来文 有三个词是很好用的 就是我每次都换来换去用的那种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Mara Mara就是在国文 它其实是叫尊严 ok 然后再来就是image image就是这个形象 然后再来就是nama bae nama就是名字 然后bae就是好嘛 所以你就可以想成就是名声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有跟你们说 有关于生育有就是国家 有关于就是呃 家庭然后学校 嗯学校也是可以 然后还有自己 所以在这四个里面呢 国家 这个大小厨就有可以涉及国家这样子 所以呢这三个啊 Mara image还有nama bae 你都可以换着来用的 那我通常都会加一个动词 就是menjaga menjaga maranegara menjaga imes negara 然后或者说 imes negara tapajaga 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呃 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就是很好用的哦 然后menjaga menjaga它其实就是有照顾的意思 它也是有维护的意思 所以menjaga用在这三个词里面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对吗 那我这六个论点几乎都用了非常非常多 都用了五个 我用了声誉 我用了运动 用了感情 就是各种族之间的感情 人际关系这样子 然后我也用了成绩 我也用了时间和金钱 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教育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这一个人的修养这样子 那会比较好用的就是 ber discipline 还有ber tangonjawa 还有ber ger jasama 那ber ger jasama呢 你就可以用在那个第一段 menjima masa的时候 因为他们ber ger jasama 所以你们就能够 menjima masa ok 然后再来就是ber tangonjawa ber tangonjawa你可以写在 刚刚是第六段没有对吗 ok 你就可以写 ber tangonjawa 你就可以认识到 因为在大小厨的时候 我刚刚说的 会有分配工作这件事情对吗 所以你就能够了解到负责任的重要性 因为你在这一个大小厨运动里面 非常负责任的完成了你这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负责任的完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你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就可能你平常是一个非常malas的人 很多的人你都不会把事情做完 但是因为在这个大小厨运动里面 你把一件事情做完了 你就会知道 哦 其实你做完了这件事情 你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在第六段写 这样通过这个大小厨运动呢 你是可以培养人民或者说 enorashimuda 国家未来的栋梁就是这些小孩子的负责任性 就是可以培养他们的负责任性 因为这些东西是要从小培养的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大小厨去培养哦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可以意识到 kotongroyo大小厨出清理环境的重要性 然后在运动方面呢 也可以提高免疫力还有专注力这样 所以呢在这一个kabai kan amaran kotongroyo 这个题目 我能够这样子用这六个论点套用进去 我的这个逻辑 我的这个思路就是这样子 ok 那因为这六个论点 它可以套用进很多作文题目 而且思路也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来跟你们说 举第二个作文例子 是的 是 嗨 Low